你怎么来了这么晚 咋了 今天晚上我到你们家住一宿 欢迎吗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怎么能不欢迎你呀 来吧来吧来吧 走走走 你怎么搞的呀 妈 我帮上那小猴子呢 拆了 你在那晚上干嘛呀 那么幼稚 一点都不配你 你睡好啊 早天晚上忙着就火 就睡了四个小时 谁家热火了 我姥姥家 灭了吗 当然了 有我在哪儿也不灭的道理 你今天怎么没背包啊 那什么出门太快了 我忘了 我稀罕了 对了对了 赵恩让你去一下 什么事啊 你没说了 哦 那行 你休息一会儿啊 甲医生请速到手术室 甲医生请速到手术室 小鹿 阿姨 您怎么来了 看见医山了吗 他要去办公室了 您找他有事吗 也没什么 就是他忘带包了 我给他送过来 那我帮你给他吧 这孩子啊 从小成熟懂事 可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居然在夸包上 弄了个小猴子 这么幼稚也太不配他了 我就把他给拆了 我呀就看不惯他身边那些 不般配的东西 现在好了 恢复原样了 你看 还看得过去吧 你看得过去 你看得过去 那麻烦你了啊 好好好 再见 阿姨再见 你 快点 娶个小猫 我 在那儿 你 就 你 不 不是不喜欢我去吗 我什么时候说了不喜欢你去 你那天 这是好事情 你跟你妈妈说说 她应该会答应的 我可是跟谭平一起去 那挺好的呀 多一个人 多一份照应 多好呀 去两年 两年 挺好的呀 不过就是有点可惜 你走了以后 我就没有人可以欺负了 有点寂寞啊 不过没关系 好男人自在四方嘛 哥们儿我怎么能拖你的后腿呢 对吧 去吧 去吧 没关系的 你真想让我去啊 记得多打打电话 发发Email什么呀 回来以后生个主任 别忘了 多照顾我点儿了 你们俩这次去啊 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要辜负了 院里边对你们的希望 知道了 爸 你呀 我说的是你 我 我挺好的呀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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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去吧 来 那个 秀一 你别给我丢人啊 我到处说你是精英 你要是给我丢人的话 我找不了你 好 他得被我妈给扔了 还好我眼睛间找回来 不然的话 还不知道他托托 躲在什么地方哭呢 这个小东西 扔了就扔了呗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还紧了呗 那可不行 这可是我的宝贝 你得帮我保管好了 等我回来 我等你回来 是啊 等我回来以后 把他完好无省地还给我 爸 您就小心吧 那我们走了 医生 走了 来了 哈哈哈 识宝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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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妈 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吧 什么事儿 别一个人闷在心里 把自己闷坏了 你们怎么都知道我有事儿啊 就你那张脸啊 街上的二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说吧 说 房一山走了 而且什么都没说 本来 我想要把他手机藏起来 想等着以后有理由去找他 结果没想到 他把手机也拿走了 原来感情会让人这么难受 我说你没出息啊 是说你现在有功夫在这儿伤心发愁 你没功夫去把他追回来啊 追 跟叔叔说说 打什么时间喜欢上他的 我也说不大清楚 只要我一回头 他都在我身边 从听妈妈的录音 到上法庭 好像他天生就是我的依靠 傻丫头 你有时间在这儿跟叔叔啊这些 你就没时间去跟他说 走 走 走啊 叔带你去追着去 走 停车 师傅 麻烦停车 停车 你干嘛去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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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师傅 停车 是 叔快 点考应羡落在上面 就是你一个车快 快 快 手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你说过童年的小屋吗 那间就是 就在那儿啊 那里有许多的故事 记住了 以后啊我一定要来管 傻子呀 想什么呢 我觉得 这个音乐还挺好听的 你干什么呀 我去帮你把音乐关了 不用 我说真的 我头一次觉得 一首曲子这么好听 你不是 真的好听 这只猴吧 干嘛 还给我呗 才在我这儿待了半天就要回去啊 还没捂着呢 住口 消去过去 不给你 我心都给你了 还要猴干嘛呀 来 什么时候把心都给了 什么时候把心都给了 快 快 谢谢 后患了 没门 开 你带这样子啊 放给我 妈 给我给我 快 Li Gabriel 快 indre 回 好好 好 他 一 ists 中文字幕——YK 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来找我了呢 怎么会呢 我是害怕你生气 所以想让你冷静冷静 那我要是永远不消气 你还永远都不来找我了 我就不来的吗 小语啊 这两天呢我想得许多的 想什么 没什么 我有个东西给你 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你想的结果 想来想去 还是把我和别的女人想成一样的 只要你的钱是吗 你收回去吧 我不稀罕 我认为你跟其他女人不一样 我愿意赌 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一句话吗 世上有许多美好的东西 但不是每个都适合你 当你找到适合你的时候 它才是最珍贵的 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 你相信就行了 用不着用什么方式来证明 相信我 我能让你幸福 有钱不一定能买到幸福 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 当然明白 但有句话也这么说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吗 好 好了 收下吧 就把它当成我 当成我收下 好吗 多少人排着队 在盯着这个名额 我是顶了多大的压力 才为你争取的 你倒好啊 拍拍屁股自己回来了 你说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老师 我知道您是一心为我好 既然知道 就赶紧给我回去 我已经让萍萍啊 在那边替你打招呼 你啊 晚一天报到 记住 别再跟我出岔子了 我 我不回去 你说什么 老师 我知道这次机会 对我很重要 但是这里 有对我更重要的东西 我想 是为了孟小鹿 一山啊 如果一个男人 没有事业心 整天想着亲亲我我 将来 是不会有出息的 我不觉得这是没有事业心院长 我只是分了轻重 交流学习在咱们医院一样可以 但是孟小鹿只有一个 我不想错过 年轻人 你会后悔的 我不后悔 先别急着表决心 你现在还不冷静 这样吧 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一下 不然的话 十年以后 你会埋怨我没有及时拦着你 老师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去吧 想清楚以后我再来找你 盛林 你 我已经换好班了 今天可以陪你一整天 没有老师时候 其实你不一定要来陪我的 也不在这一两天 那怎么能行啊 你专程跑回来看我 我怎么也得给自己留一点 小小的幸福回忆 这样你走了我才有得想啊 谁说我是专程来陪你的呀 自作多情啊 冯医生 我错了我错了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不过说认真的 我不去了 不去了 我觉着吧 治病救人在哪都一样 没必要分居两地 你别回我迷身 没有图局哪来的分居 你这话的意思是 想让我去了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我得好好想一想 好了 你慢慢地想 先跟我去趟宿舍 哎 回宿舍干什么呀 你不回家吗 我妈那么望子成龙 她要知道我不去的话 非杀了我不行 先陪我去厕所多多疯狂 走 走 一二三 走皮马子快 姐妹们 事业有成的男人过生日 送什么好呢 爱他吗 爱 爱 你不是出去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你会飞呀 看来你挺注意我的话 别自作多情了 我报个感动 在这儿已经没问题了 你看一下 一会儿一起吃饭吧 不行 为什么 我有安排了 跟谁啊 保密 我 我觉得 我觉得你要不还是回去吧 这么好的机会 浪费了会不会太可惜了 你就不怕我一走两年 回来成别人的老公了 哎 你敢 我会不定期的突一检查 这样你没有机会的 好 疼不疼啊 疼不起啊 你就不担心 我们才刚刚开始吗 我 但是 但是你好优秀啊 我怕你因为我 丢了前场 好 再说了 你不知道吗 现在有一种叫做 网络的东西 我以前跟我姐姐 就是在网络上聊天的 还可以视频 可以送蛋糕 送鲜花 都不要钱 既经济又浪漫 都好了 网络呢 是没有温度的 那我可以时不时的 给你带点温度过去啊 还说是我掰坏你的面伤 这就是你自己做的 你 你说什么呢 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啊 那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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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厉害 回来回来回来 你说 是 他就是你放弃深造 偷着跑回来的原因 然后再回去慢慢说 要不是赵院长告诉我 我还不相信你偷着跑回来 你说 是不是为了这个狐狸精 不管他的事啊 回去再说吧 小鹿 小鹿 妈 你干什么 之前我一直对你客客气气的 就是想让你明白 你配不上我儿子 你是真笨还是装糊涂 居然还舔不知识地往上踢 妈 你怎么能这样 你根本不了解小鹿 我是不了解他 可我了解你 从来都积极上进的儿子 现在为了他 既然全兔都不要了 你说他不是狐狸精是什么 阿姨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是真心喜欢他的 你凭什么爱他 你不就看上我们家一山将来有前途 才勾引他的吗 我告诉你 一山的将来没你的份 趁早给我死了这个心 你说够了没有 妈 你太过分了 你为什么平白无辜打小鹿 你为什么 我算是白养你了 今天我只说一句话 我要是为了他留下来 以后 就不要去家门 阿姨 快去 快去 快去找你妈 快去啊你 爸 对不起 对不起 别拿着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姐 您这张卡刷不了 怎么会呢 可能资料坏了 你有别的卡吗 那你先试试这个吧 好 您输一下密码 好 这边签一下字 哦 哦 好了 拿 这是给您的 哦 谢谢啊 哦 不好意思 哦 哦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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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您别生气了 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我不好 您消消气 她 妈 背着你我偷偷跑回来 是我不对 刚才我说话语气重了点 你别放心上 这些跟小璐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说你生么大气干嘛呀 万一气坏了身子怎么办 一善 你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你说我是擒杂工的儿子 所以更要出人头地 就因为我是擒杂工 所以你爸就一直看不起我 我 在她面前 我永远没有地位 抬不起头了 离婚的时候 她指着我妈 说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教育你 所以我下决心 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大学生 让她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也希望我儿子 将来能找到一个像公主一样的女人 过一个幸福的生活 不要像我一样窝囊地活着 妈 你别说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把我的屈辱强下给你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我从小到大 所有的功课都让了第一 我为的就是让你高兴了 高兴了吗 你说你所有的意愿我都顺从着你 唯独只有这一回 我 这回为了她 你把妈妈的希望都扔到了一边 妈 我真的爱小朋友 她有很多的优点 只是没有发现而已 我没兴趣 托一个男人后体的女人 根本就不配爱你 妈 阿姨 阿姨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但我真的觉得 易珊有你这样的妈妈 好幸福 您放心 我不会耽误她去深造的 今天就让她走 小璐 你这一走 时间挺长的 好好陪陪阿姨 阿姨 真的挺对不起的 是我不懂事 阿姨 再见 小璐 妈 是不愿意 我会在这边 我会做到 我来了 怎么这么晚才来 我给你买吃的去了吗 买这么多吃的 我又不是去深山老林 那我不是怕你饿着吗 路上那么长时间 有备无患吗 看你累了 我不累 你知道吗 这小卖部生意可好了 我已经决定了 以后我要是被医院开除了 我就在这开个小卖部做生意 算了吧 就你扣扣唆唆的那样 挣不了什么大钱 你 走吧 车快开了 对了 你去那边一定要好好吃饭 陪你住睡觉 陪你睡觉 认真睡是怎么睡啊 你别跟我们打岔 对了 还要每天跟我通人次电话 至少两天一次视频 是 领导 最重要的是你要和其他女人保持距离 尤其是十八岁到三十八岁之间的 好 小路 你放心吧 我不会跟谭平有任何牵连的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的 我可没说的 那个 我妈那天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她不是不降丽的人 就是那天在气头上 回头我劝劝她就好了 你放心吧 你忘了 我是小强中的小强 是不会那么容易被打垮的 是什么样子 有吧 我来吧 快撑呢 给我吧 慢点 吃点 吃点 小心 你这么慢 小心啊 姑娘 你们啊 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记得给我视频 小心 小心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妈 自己的女儿长大了 恋爱了 妈妈是既高兴又担心 怕你遇见坏人 您放心吧 她是个挺好的人的 那你还愁什么 我是在想 她喜欢琪琪 最大的梦想是抱着猪在离地里打滚 好 按理来说 像她这样的人 应该是 好吃懒做 随悦安的人 可是呢 她却一直挺好强 什么事都挺优秀的 我觉得 她应该是不想让她妈妈失望 这么说 这么说 她是个孝子 可是我却让她妈妈失望了 一说我配不上她 我还不服气 现在我感觉到了 感情不是两个人的事 这中间有好多好多难题 妈 我真害怕 我和她不能坚持到最后 妈妈最不希望看到孩子受苦 可是小陆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你努力了 你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特别是感情 你付出了 不一定可以得到 你想要的结果 当然 如果在一开始 你就放弃 那你到了我这个年龄 你就会后悔 所以啊 我现在正在攒力气 我要多吃 她们喜欢她 莫子 她们一起去 有点子 心里 hog 你会儿吗 接受你 杰总 有一位漂亮的小姐 想请你吃饭 可否上光 我太忙了 没时间呢 你忙什么呢 我正在陪一个客户 陪客户 我正忙着呢 先不打了 一会儿打给你 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要打烊了 请您先买单吧 好的 我的钱包不见了 您再好好找找 你看啊 真的不见了 才一百二十块 至于玩这套吗 你以为 不好意思 行了 别再想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一个 钱包一张卡吗 丢了再补就是了 你既然早就接到 银行的通知 干吗不把它停掉 我也没想到会被投我 再说了 我给你卡 不就让你刷的吗 对吗 如果你要真这么认为 就不会骗我说陪客户了 你就是觉得我贪得无厌 想看看我的胃口 到底有多大 我真的没那个意思好吗 我实话告诉你 只是的确我在看一个文件 我不想被人打扰 顺嘴这么一说 一共划走了多少 没多少好吗 咱别纠缠这件事的 就算不说不代表你不想啊 其实在你心里 你根本就没有相信过 任何一个女人 我说过了 别说了 好了 别生气了 是我不好 走 我送你回去 用不着 谢谢你替我扶账 我会还你的 还有那张卡的事 我已经报警了 免得你像服务员一样 怀疑我是装的 我去 一山 这个啊 是我特地从外面给你买的 她命院做的饭呢 比咱命院还难吃 谢谢 够了 你看什么呢 你爸和咱们主任联名那篇论文 写得挺好的 那当然 我爸在国内神经学 那可是权威 不过当然你爸也不错 喂 喂 兽医 你在干嘛呢 你不觉着 你这么叫我兽医 其实不是在骂我 而是在侮辱我的病人吗 咱们 好像也是啊 我叫女兽医 那只要你看病的人 不都成阿猫狗了 我以后可不如不这么叫你了 我再也不这么叫你了 你都快说一百次了 到头来你不还是说了 以后我再也不叫了 我改还不行吗 我改 喂 怎么不说话了 喂 生气了啊 小璐 你知道你 跟赵远写的那篇论文吗 知道啊 全院都传开了 说是今年最棒的论文 不过我没看 看了也看不懂 可我觉得这篇论文 有些关联有点 怎么了 我回头打给你 我去查点资料 拜拜 喂 吓死我了 姐 妈妈呢 做检查去了 例行的 别担心 你们睡好啊 怎么有黑眼圈啊 你要是被人当成强盗啊 你能睡好吗 被当成强盗 怎么回事 那那个人也太过分了吧 哎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哎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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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那个设议怎么样 挺好的 爱姐 你不知道 上次她为了我跑回来的时候有多帅 简直浪漫色 看吧你美的 不过还好 总算咱们两个有一个是顺利的 其实 也不是那么顺了 她妈妈不喜欢我 她妈很早就离婚了 她母子俩相依为命 所以她很孝顺她妈妈 她妈妈给她做的背包她天天都背 那你可要小心了 这种关系啊最难相处了 孤儿寡母的 跟你说你完蛋了 以后的仗有得你打的 那怎么办 老天爷求求你了 让她妈妈喜欢我吧 好 好 好